熱不熱 有點 對啊 那你別客氣啊 我都穿成這樣了 仁律 前面在車上我本來想 那時候想問文婷她高考 然後我就用了你 然後您接話了 我就怕顯得我很沒禮貌 沒有 沒事 咱們不計較這些 說了個你 不是說的您 對 他就在意了 那個待叫會生氣 你就叫我 叫我九爺 九爺 不習慣 可能你們不習慣叫 因為我身邊的好朋友 都這麼叫我的 因為我微信名叫仁九爺 仁九爺 有什麼特殊的來歷 因為那個堂兄堂女 這個味排下來 我正好是老九 九爺 這個名字 很有北京話 對 很有北京話 九爺 他是北京人 好像是 你們有什麼想了解我的嗎 您是一直在北京嗎 對 我是北京長大的 從幼兒園開始就在北大 北大幼兒園 北大副小副中 然後北 北京大學 一路北大 從小北大 北大一條龍 嚮往的北大 太羨慕了 太羨慕了 羨慕 買幼兒園就在北大 就這起跑線 從小就是別人眼中的孩子 有點過分了吧 這起跑線就樹得那麼遠 樹人鐘點去了 北大一條龍 我們加個微信吧 好 一會兒我給你發幾個照片 跟你們說說 我小時候的生活環境 給你們看看啊 我小時候住的地方 就是微信湖邊上的一個樓 哇 這個樓原來是那個 燕京大學的學生宿舍 媽呀 哇 果然是爺啊 他得叫九爺 那人歷不會是北大世家吧 我爸是北大世家 感覺到 就然後我就 跟著我爸我媽住在這兒 然後我爸算是年輕教師 現在回頭看一眼 當時小時候太幸福了 真的是 哇 感覺 住在這樣的房子裡 真太幸福了 嚮往的 對 嚮往的房子 你呢 楊慶 你的小時候是怎麼 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我童年嗎 比如小時候 不要說得這麼正式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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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小時候 就是我有個弟弟 然後媽媽就會帶我和我弟 去各種地方玩 反正我就覺得我小的時候 就過得很開心 比如說一個很雕致性的畫面 就會是 就是我們家大家一起 在桌上過年 然後我和我弟就會突然衝上去 說要跟我爸媽媽表演節目 然後爸爸媽媽就開始 就是給你拍手 就是住信的這種畫面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很開心 小時候 黃楷呢 你的小時候是怎麼了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跟爺爺奶奶 一起生活 然後 我們那邊的人挺少的 就是屬於一個 大村裡面的一個小村 你為什麼跟爺爺奶奶住呢 父母呢 其實我感覺 相 相當於沒有父母 就是還是跟爺爺奶奶更多的一點 我一歲的時候就跟爺爺奶奶一起住 然後他們是在應該一歲的時候離婚的 好 離婚之後 他們倆他們把我當成一個累贅 天哪 我非常平靜地懷疑 為什麼呀 這個 你跟你父母後來聊過嗎 因為你現在已經很悠久了 我沒見過媽媽 還沒見過她媽媽 我的天哪 怎麼會這樣 到現在都沒有 那外國外國呢 也沒見過 就媽媽那個人 親愛都沒見過 他們可能生活比較早 生完可能兩個人 沒到一兩年 可能就覺得不合適 以前小學的時候 他給我寫過一份信 他是說 等我二十歲的時候跟我見面 但後面二十歲也沒見 就去年才加上他的微信的 然後他說 就我不要打擾他 我就覺得 那就尊重他的想法 哎呀太難受 所以你父親也不在 你的成長的環境裡面 經常出現是嗎 對 他過年也沒回來 可能十八年的過年 可能就會來三五次 而且他每次回來就是 帶給你和 就是你和你爺爺的都不是快樂 他有別的家庭的小孩子 有 就是我可能八歲的時候 他就又生了一個兒子 在我六年級跟初一的時候 我是有 就暑假他們叫我去帶一下我弟弟 然後那時候有去 就當時 就他的同事和一些朋友 來家裡吃飯 結果他們問他 我是誰 他說 他就說我是我們村一個小孩 就是幫忙來看 看他兒子 天哪 所以他生活得得多小心翼翼這輩子 難怪他剛剛說跟你 他就馬上道歉 所以解釋了他為什麼一直 都是那麼那麼地小心翼翼地 對待每一件事情 你現在你爺爺還在嗎 我爺爺今天九十歲 就我讀大學那一年還是八十歲 那你也當時開心吧 就是你讀上大學 然後包括研究生啊 什麼的這些 那你也很開心 考上研究生才挺開心的 但是大學的話 因為 我有在跟他說過 就大學因為 不是我自己選的 所以我一直很痛苦 這種痛苦是 它是一種武力感 就是你可能 因為我爺爺給我讀書的機會嘛 然後 就我周圍也沒有了上學 就我的成績還算可以 但是如果跟 就是你拿高考成績來比的話 確實在全國裏面就很普通也不好 但可能你成長的環境就是 周圍亂都不讀書 那種種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很了不起的點 就是在這樣的一些 有一些負面的因素環境裏面 但是還是可以就是慢慢 越來越好 所以我覺得說明你很難 對 我就覺得你 前二十多年 確實經歷了很多坎坷 但是呢 一定是會越來越好 未來一定是光明的 我是看到你的努力 和你自己對自己的要求 你自己的信心 一定會越來越好 你就已經闖出來了 就最難的第一步已經走出來 百分之九十九人 是闖不出的小聲琴 對 我覺得過去 在清華第一年 還是當時 覺得自己捲不過 就是沒有很努力 但是如果說 就之後結束實習以後 我覺得接下來這兩年 可能心態會很不一樣 就是你會對 最有更高的要求 你現在也在一個很好的平台裏面 清華法學 我覺得你未來的路 還是很寬的 不管這次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實習 你能不能拿到 我相信你會學到 很多人在這段時間 更重要的是 你越來兩三年在清華 我相信你能認識 更有趣的人 學到更深的知識 把你打造成一個 英雄的人 來 加油吧 當這次機會出現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給自己的人生 多一種可能性 不能還沒有嘗試過 就去否定 你的輪生是跟自己去比 至少在現階段 我達成了我之前所向往的 如果我進入這個行業 我會盡自己最大可能 去做好一個律師 我是不會離開法律這個行業了 那走吧 我萬萬沒想到她是這樣的一個背景 我真的沒法想像她是怎麼自己一個人堅持 考法學五年就說五年 就是因為遇到挫折的時候 你總希望就同行的人可能會 你會希望最親的人至少會給你一些鼓勵 你希望別人覺得我是個瘋子 但我在我愛的家人的眼裡 我做這件事情很有意義 他們在支持我 但是她考法學五年 換賽道去做這件事情 我真的難以想像的每一天 她是靠什麼樣的一個信念感 或者是度過那個時間的 我覺得真的很不可思議 她別無選擇 她除了堅強這條路 她別無可選 她的堅強是被迫堅強 關鍵她表面上 還一點都沒有那種 願這願那願天願地 她還這麼平和 我就想說